叫当相成 就有可能成为了一个人选 他就想打破原来的 这个体制的这个框架 让自己的人马进来 让自己的人马进来 还最好用什么人呢 用这个已经退下来的人 这个习近平啊 跟这个川普总统差不多 就是两个人掌握的权力 这个位置很多 但是自己的真正的人马很少 夏宝龙已经把他赶在正邪去了 对吧 那么这个陆飞宁 已经退下来了 所以他习近平就决定呢 对向尔下狠手 来两招 第一招呢 就是用这个完全外面的系统的人 跟原来的港澳系统 一毛巾关系都没有 让空中兵的进来 存在按照执行习近平的指示 而不会像原来的任何官员一样的 你都会受制原来的港澳系统 你跳不出来 第二个是习近平想到当年的 香港的事情为什么处理得好 在这个八十年代 为什么处理得好 就是郑小平出奇招 郑小平出什么奇招啊 就是不准港澳系统 不准外交系统调人 存在着一个地方的省委书记 调一个人过来 就是一个对香港事情 完全不熟悉 一个土八路 就是这个许家坛 江苏省委书记 这就叫政治任命 因为你把一个已经退休的人送到这个前面来 你知道这个人怎么样啊 这个人简直就会觉得又吃了春药了 所以这个夏宝龙和陆惠宁呢 这个两个人完全在香港是不熟悉的人 而且退出二线的人 习近平要用他的第二招就是 你退休了 我再给你一个政治生命 对吧 那至于是人对习近平的这种探头和感激 那就是完全不同 所以刚才我看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夏宝龙 对待习近平的照片 你就可以反映夏宝龙的内心世界 这种内心世界就是被举滋的那种诚慌诚恐 诚慌诚恐 所以现在香港的这个事情 感悟的事情经过了 这个习近平从七十年的末期 八十年代 到这个现在几十年了 习近平正如成一个 最早熟悉香港事务的一个官员 到现在完全控制到香港 原来他就开始实施 实施他想做的一切 这个时候的一切 就是皮的手段 皮的手段 就是这个先从法律来讲 是应该你建立一个国家安全法 把你香港完全控制住 剩下的就是看 我怎么一进一进的把你收拾 我再也不听原来的港澳系统 这些事务性的官员 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跟你讲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而现在的陆惠宁和夏宝龙 什么不行都可以行 因为他们 这个就是甘心于 这个去接受习近平的一切指令 所以香港怎么毁掉 香港怎么民意 香港符不符合什么法律 伤不伤害基本法 根本不是他们考虑的犯潮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 权与立这个十日坛第二季的 第六讲的主要内容 讲的就是习近平 怎么从他的前妻 从他的第一个岳父 到后来他的父亲 到后来他在作为一个福建省的官员 浙江省的官员 跟这个香港的一些特殊的渊源 直到他上台之后 他在这个港澳系统开始安排自己的人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人居然自杀了 然后香港的事情越来越失控 那么他意识到香港了 的原因是他不能控制 所以他就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 调判这个两位已经退休的 退出二性的官员到前线来 主要是他想拔脱这个政治机器人的 在他的控制 但是拔脱了政治机器人 在他的控制 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今天真正 我们现在正在看到他的这个结果 好了 讲到这个地方了 马先生 有没有讲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吧 讲了两小时 OK 太长了 不到两小时 一小时五十分钟 OK 是一小时五十分钟 还有网友举手 您有时间回答吗 可以啊可以啊 好的 有请我们的楚晨女士 楚晨您请 能听见吗 很清楚 放心讲 昨天因为我在那发言的 大家说是没听清楚 因为我在家里 还有其他的人呢 我就只好压低声音 不能声音太大了 因为你也知道在大陆的话 人家都是基本上 让静止说这些话的 可以听见吧 你想 和平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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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楚晨 你好你好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经常听到你的高见 你早几天还说 我把大陆想得太好 你看我 你看我多崇拜你呀 一看见你这上面 就赶紧上来了 谢谢谢谢 可以 可以 和平先生 就是我 我刚才听了 就是我 我应上来的要晚一点 我那个就是 听的不是太全啊 但是我就是 您现在就按照您的说法的话 现在就是 习近平他把这个 就是这个 夏宝龙和这个洛惠宁 就说是 安排到这个香港来 再就是您说是 他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举措 就是想把这个香港 就是说是 就是策定要完成 就是说是对他这个控制嘛 也就是至于香港 就是他的这个 涉及到的 就是他的这个 至于说是 他的这个 香港的这个整个的局势 就说是怎么样 我们具体说 说一下就是 香港的那个 比方说是他的这个 贯成一个一国两制了 这当然 这可能现在已经不在 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这就是他 就算是这个 对这个香港的就是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繁荣能不能 繁荣稳定 能不能保持下去 或者说是 美国是不是要取消 特别关税区的地位 或者说是香港的 这个资金 会不会就是 那些外国的资金 会不会呢 就是说是彻底撤出去 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列 说您现在是这个意思吗 对 他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他就是控制香港 已经他 采取了很多的方式 他都没有能够成功控制香港 现在他是 彻底撤回控制香港 可是我还有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疑问 那么 就算是中国将来 这个闭关锁国了 那么实际上香港 仍然 那香港我们仍然跟那个 就像当年的那个毛时代一样 那么 香港仍然是我们 通向西方的一个窗口 那么你现在 就是说是采取的这个 做法 到彻底把它打烂了 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我觉得心里站着 他的角度 嗯 嗯 你讲 那么就是香港 那么他就是说是 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他靠的就是 英式的这个法律和自由 那么你现在把它拿掉了 那现在还是香港了吗 也就是你现在就是 就把香港那个地方控制下 对 控制了那么一块地方 控制了那几百万人 那么对中国来说 有多大的意义呢 对不对 所以我 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 我还是有一点疑问 嗯 嗯 对啊 这个疑问 你问习近平可能回答的 更准确一点 我们也只能是 这样的分析 这种分析也未必一定是有 道理 呃 我觉得 就是 香港的 在香港的 整体上的 这种战略地位 对于习近平 认为呢 啊 另外一个 事情对他更危险 就是香港 挑战他的权威 香港挑战中共的 这个先有的政治体制 我在跟香港一个媒体 做的一个节目里面讲的 我说实际上是两个自卑 在 几十年以前宣布一国两制 实际上表面上是欺骗这个民众 啊 欺骗国际社会 实际上也反映了他的 全方自信 因为他知道自己制都不行 所以他就沉落了一国两制的方式 来让这个 大家能够相信香港 会继续繁温下去 继续自由下去 但是他这一次 结束一国两制 那么实际上也是 表面上呢 好像是他强大了 他无所顾忌了 实际上他也是 缺乏了一种自信 虽然香港的经济的战略地位啊 已经下降了 很多的生意不需要通过香港来转口到 中国大陆去 直接就跟中国大陆可以进行了 那么这个 但是呢 香港的政治的影响力 他感觉了越来越失控 那么越来越失控 他认为这种就会威胁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政权的稳定 这我们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你有铁丝网 你有这个军队和外交的控制 你又控制了香港的基本的物质的供应 任何一个香港的人成为香港的领导者 他都不可能跟中国大陆往前代理起来 他除非不想当了 对不对 哪怕他是内心世界怎么民主怎么自由 在政治现实面前跟内地的合作是必然的 对吧 但是他很显然没有这个信心 他担心今年9月份的立法会的选举 又会跟去年的区议会的选举一样的 不成功失败 所以他很害怕 恐惧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他宣布这个所谓的港版国家安全法 实际上又一次的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一种自卑的表现 人在自卑的情况之下 他所产生的效果是两个 一个呢 他就样不太多 对吧 无限制的跟你让步来展示出他的这种 这个这个掩盖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恐慌 还有一种方式 他就采取非常极端的措施来对付你 我觉得之前讲一国两制 是他自卑的表现 损换自信心的表现 但是那个时候他愿意做出很多的让步 来掩盖他的恐惧 而今天他之所以呢 接触一国两制搞所谓的港版国安法 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自卑 因为他已经没有信心 来面对香港民众的要求了 我们知道去年一年 明镜可以说是报道了很多香港的 这种现场的这个前景 场景我们都知道 香港的年轻人 不但是很勇敢的 同时他们的行为也是很节制的 我们看过很多国家的这种抗议 尤其是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抗议 产生一定程度上的 这种激烈的冲突啊 是非常之多的 但是香港的民众呢 在整个的反抗过程中间 他们基本上都是很节制的 除了扔了几个烟烧弹 也就是汽油瓶扔几下以外 没有什么香港警察死亡 也没有哪一个地方发生一个很大的爆炸 都没有 但是中共居然把这样一种行为 和平抗议的行为 把它命名为一个恐怖分子行动 你就想一想 他之所以把它扒高 就是他恐慌 他担心这样一种和平的抗议 这种会在大陆产生影响 所以政治上的算计 超过到他的经济利益 而政治的利益层呢 是中共放在这首页的位置上 好 我讲完了 好的 我们还有一位 Mr.李先生 您请打 可以听见吗 听得见 可以啊 那个刚才听和平先生说的 就是他这个 在香港的种种行为 也是和政治机器人对抗的一种体现 那么 那个何先生 您认为他 在他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边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机器人对抗的 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是他能够 能够彻底把这个政治机器人的这种惯性给击碎 还是说他们粉身碎骨 或者说是 他被这个政治机器人给 最后给取代 现在不知道 按照我的理解的话呢 独裁者最终还是收集于政治机器 因为任何的这个权力的人物 他必须要通过一个体制的运行 但是这个体制 他就是由各层各层的 这种关系网也好 权力技术也好 体制也好 所形成的 如果任何人离开了这个体制 他就没办法把这个权力给 这个贯彻下去 但是独裁者他整是不断的把旧的政治机器打掉 因为他形成自己的派系 形成自己的力量 但是最整自己的这个力量 又会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机器人 政治机器人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间 最整实际上是机器人把他控制了 这就是任何独裁者他的悲剧 毛泽东也一样啊 毛泽东你看独裁者到了晚年 他就生活在十几个人中间 十几个人中间 对吧 就是一些富士啊 秘书啊 警卫员 对吧 他没办法跟外部世界去接触 外部的世界都是他的 这个班底在指挥在控制 但是这些班底怎么是指挥 怎么控制这个国家 其实他已经失控了 他已经失控了 别的人可能有人是借他的名义 来行使这个政策 毛主席指示 毛主席指示你怎么理解 怎么关切 对不对 那么所以就美国人不一样的 我觉得政治机器人 他最终会打不顾他 他只是把原来的政治机器给砸掉 原来自己最终也必须建立一套政治机器 因为他没有政治机器的话 他全力没办法表现出来 他不能天天自己去 亲自走到前线去嘛 对不对 你不能说海南 你看到没有 习近平跑到海南跑了两次 一次宣布的时候是海南什么 最大的自贸区建立 走完也好 什么事都没有 对吧 本来制定了一些政策 说可以自由上网 可以看到明镜电视 后来马上被中央部门就把他卡掉了 到了去年 这个澳门回归 多尔州年的时候 他之前跑到了 这个海南去 在海南去实察什么军业 他在那个地方也跟当地的领导同事谈了 要把自贸区他当时的讲话贯彻下去 大家马上又激动两天 结果又没有了 他决定今年的博物论坛会议上 他在上面进一步确定 这个海南自贸区的哪一些具体政策 大家又准备半天 结果今年又是疫情 所以海南自贸区这么一个东西 你发现没有 他是把原来的体制给改变了 他要设立一个新的体制 但是他因为新的这个政治基金 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海南的自贸区 等于成立是一个空话 熊安也是个样子 其实他讲了半天 千年大计 不是百年大计 他为什么不讲万年大计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讲一千年大计 但是不管什么大计 现在各个部委 相当性知的在熊安买一个房子 好像有了一个据点 对不对 包括他的马仔 中央令日台的台长 也是跑到个地方 进一些职根熟悉 但是问题是谁跑到那去住啊 谁跑到那去真正做事情啊 所以习近平他在砸烂 这个旧的机器的时候 他的新的机器没有建立起来 这种情况跟这个川普总统 有一点类似 川普总统太纯 世贸卫生组织台太调 这个开放天空太调 这个中程导弹限制太调 然后还有这个巴黎卫生协定的 气候协定太调 很多人很爽啊 太啊太啊 因为这些组织会上官僚啊 会上腐败啊 很多组织还被中共控制了 但是我提一个问题是 这个世界上假如发生了一个新的 卫生危机 需要全球化配合的话 你告诉我 还有哪一个组织 能够天待今天的 WHO啊 就是你新的体系没有建立之前 你把一个旧的社会砸烂了 习近平现在陷入这种新旧社会的交叉之中 川普总统也是一样的 但是 政治认识的最终的结果 它不是天天在选举 不是天天在玩这个群里的游戏 群里的游戏的这种结果是要能够观察你的意志 而观察你的意志 它就要逼人形成一个体制化 体制化的结果就是 就是关掉机器 你把握不了 好的 我们再接受两位网友的提问 风云风浪您请 和平先生好 马俊先生好 和平先生 和平先生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因为我是用下棋的角度上来看 现在两方的兵力部署 其实已经到了这盘棋 这盘棋的收官阶段 而这个局势也很明显 一方已经对另一方形成了为视 那么从弱势的一方来讲 他要避免最后一口气被对方这里毒死 他也许只能做 他也许只能做断尾求真的事情了 是啊 你讲得这样 我感觉现在是三个阶段 现在的阶段是风生鹤唳 草木皆兵 那么下一阶段就应该是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 十面埋伏了 但是中共的四面楚歌 还是三面是假歌 只有一面有一点点真的 但是有一点点真的 我认为也不是真正认真 美国现在的很多的政治行为 比较复杂 一部分是非常不满中共的表现 向美国现有的价值和现有的地位 进行挑战 但是另一方面 美国自己的利益和中共的利益 牵涉在一起了 所以实际上他在打击中共的同时 他也会伤害自己的利益 就像香港事情一样的 他取消香港的关税地位 自己在香港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 能够使美国真正对中共行使 打击的力量是有限的 而不是无限的 他跟冷战不一样 他跟日战不同 日战就是直接往什么干一仗 对不对 再说 那是再直接和粗暴的方式 那冷战的方式就是咱们几十年以后再看 对不对 隔完隔的 你完你的 我完我的 但是现在中国和美国是利益 大于对立 对立是烤水 利益是真实的钱 有人烤水骂骂人 但是实际上回头拿烤水去点钱 所以这一点 我希望你对这个中美关系的认知 不要受这个媒体的 媒体的这种报道和分析影响大大 现在的这个我们很多学者认为是非常严重 其实不是的 很多的澳洲国家 这个今天我们六道陶铁也进行讨论 澳洲国家你说德国的出口 他不依靠中国依靠到哪里去 你看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已经在乌亚联邦里面 对中共产生一身挑战 但是澳大利亚的出口不依靠中国 他依靠哪个国家 而对于这个老百姓和对于官员来讲 都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都要解决钱的问题 解决利益的问题 利益 无知利益 经济利益是现在当今世界的主体和核心价值 所以这一点 而且中国的表现 他不像当年的苏联和冬奥阵营 对不对 他不是故意的意识形态 原来自己穷的叮当响 现在中共自己又有市场 中国自己又有这个生产链 中国自己又有投资能力 即算是中国现在经济糟糕的很 但是那你是相对去年前年 但是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实力 相对于很多国家来讲 它的后劲还非常足 因为你到全世界到哪一个国家 就找这么一批中国人了 对不对 这么勤奋 这么努力 这么上进 你哪个国家有啊 没有啊 所以中国的这个经济 它还是会再这样软化 西方对它的这个打击的力量 欧盟这些声明和讲话也就讲一讲 你可以去看看香港发生的这个事情 这些西方国家 表示了什么 关切 关切有什么用啊 你还不是不关切的 关切是暴露出你的无力嘛 你这个这个美国还说啊 我们可以可能会对你制裁 什么叫可能制裁啊 中国这个立法难道不会通过吗 难道因为你美国发了这个关切 它就不通过吗 它马上就会通过 那你这个香港人群法案 按照道理来讲应该马上实施啊 对不对 而且香港人群法案是过去之前产生的法案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 香港这么一种恶劣局势的要求了 那美国你能不能打开一场自由的大门啊 给予那些香港年轻人政治庇护啊 或者是给他们移民或者留学的机会啊 你能不能马上宣布对这个自由关系区的一个取消啊 你可以取消吗 我们也许过几个星期几天 我们就慢慢会看到了 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真实的博弈 但是我们的很多的认知 停留在社交媒体的这种亢奋上面 停留在政治家们的表演上面 西方的政治家是靠烤水生成的 好的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网友 那么楚成 楚成好像刚才发过眼了 好的 你再来一次吧 我刚才就是那个有点掉线 我这回放到流量上了 因为当时我刚才给和平人没说完 就是和平先生你说的就是有定的道理啊 就是现在就是国际社会 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中国和这个和世界各国的这个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依赖度啊 也就是他们有着比较深的这个利益关系啊 我们也知道就是之所以目前造成这样的局面 那么它就是一个就是西方国家的这个绥靖 是吧 第二就是西方的这些 政客资本家的贪力啊 才是把中共养成今天的这么一个怪兽了啊 就说是在这个问题上 你所刚才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是 在这些问题上西方还是表现的过于软弱了 也就是说这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是这个 它的这个复杂性决定着可能有些事情比较难以解决 您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这个 就这么回事啊 就是我看不到西方国家 哪一个国家拿出它应有的 我不想说道德引起 拿出它应有的法理的责任 例如说英国 香港是英国的香港 是英国自己把主权送回给中国 那么香港的国民市民奉献给你的税收啊 这么多年英国你在香港拿走多少东西啊 对不对 你居然给他们一个海外护照 那不是骗人吗 海外护照是什么用都没有的 因为它就是个理由证件 在一个地方它根本不能居住 不能生活啊 澳门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 要给这个这个澳门人这个葡萄牙护照 英国人居然跑到葡萄牙去世界 说你们不能这么搞 你们这么搞的话 他们就会跑到我们英国来抢我们的饭碗 结果葡萄牙就没有听他们的 给了一九八三年之前出生在澳门的人的 这个葡萄牙护照 结果那些葡萄牙人 这个澳门的葡萄牙拿到这个护照以后 他们并没有去英国 但是香港居然 那个时候澳门还是州令地啊 1999年到齐啊 你香港是英国的领土啊 但是英国人就这么送给中国了 对吧 你一个护照都不给 对不对 而且香港人是有钱的 而且香港人是聪明和勤奋的 所以我今天跟陈教斌的节目里面讲的 其实我在早起来的想点就点 我讲得很清楚 西方你制裁中国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有限 因为你制裁对方 对方有力量打你 你以为对付中国是想对付威乐月娜吗 你以为对付中国是想对付海地吗 你是对付一个巨大的市场 而这个巨大的市场跟你的市场是连在一起的 只会一等结果 就是你能够和其他西方国国联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类似于冷战时候的西方阵营 如果你不能形成西方阵营 你美国只是对中国走起一个柏林墙 几十年下去衰落的就是美国 崛起就是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会把全世界中美国以外的市场 变成它的市场 而且它的竞争力量 越来越会比美国强 你看这一次美国花很大的精力 去打这个华为 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精力啊 不是简单的 什么华为偷进了美国的技术 偷进了美国的技术 我们看到了美国的体色书 那个几项技术是具有 法律上是具有争议性的 而且这种争议性 讲老实话 在美国的各大科技公司里面也经常存在 三星和苹果就经常有这样的东西的存在 对不对 它不是核心的 真正的核心的原因就是5G的技术 美国没有 华为是当今世界带牛的 这个是我在开始孟晚舟女士被抓的时候 我根本都不知道 我是仇步仇步的看西方的所有的媒体报道 包括最顶尖的华尔街日报 我反复看他们那个生日的文章 去看华为在哪一项方面 它真正是偷窃了美国的技术 才成就了今天的华为 哪一项方面 如果没有美国华为根本活不下去 哪一项方面 华为的技术美国根本没有 结果后来慢慢发现 美国打击华为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的因素 是因为它 它发现 如果让华为来控制了的话 那美国在这个领域里面就被排除在外了 包括早一段时间 美国的商业部不得不足够妥协 就跟华为一起来制造这个产业标准了 因为美国是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 你不参加这个5G的工业标准制定 第一个是今天这个标准没有美国怎么办 那是个非常糟糕的地方 但是第二个是 如果你美国老是不参加 那别人制定标准 以后把你美国排除在外了 所以美国面临的危机 也是非常重的 我在五年以前六年以前 讲的这个中国病毒论 我认为西方这次对付中国的病毒的难度 超过冷战也超过热战 冷战是一个格林柏林墙 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 经过一定时间以后 它的自我修复也好 它的移民政策也好 它老百姓的聪明才智也好 它会有长期的运行 因为它不会陷入到一个无休止的权力斗争 而专制社会它云里跋脱不了 就是权力斗争 或者是一个一个一个人的决策 会非常长时间产生影响力 它当然是很难去竞争这个自由民主社会 但是你能够形成一个柏林墙吗 另外就是人家你怎么打呀 现在哪一个国家 两个大国愿意在这个这个这个 打一场大战啊 不仅是有没有核武器的问题 即使是没有核武器 我相信中美之间也打不起来 我看双方都有核武器的 就形成了一种战略的平衡 所以西方对付中国的这样一种状况 在我看起来 现在统统停留在烤水 统统停留在烤水 真正形式一个对中国体制形成非常有效的 打击力量 遥遥无起 根本没有出来 刚才封人方浪这个先生讲 好像已经形成一种四面楚过 那是你看社交媒体看多了的印象 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你们不幸的话 几个星期以后 我们将会看到美国的愤怒 怎么变成行动 美国今天有十万人已经死亡了 其中中国政府在这个里面 就应该承担这个很重要的责任的 但是美国怎么去追究中国 你告诉我 哪一项我们追究 对吧 按照语音的美国人的讲法 就是说你香港的这个人权自由 毁灭了这么的程度 我要动应这个力量来制作你 你看看下一步怎么制裁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会看到 蓬佩奥这个国务卿 可能更气愤的讲话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他的行动 至少有一个行动他们可以采取 就是给予香港人移民身份 给予香港人的自由逼付 你这一点他们都没有讲 没人讲 讲的都是口水 我们在关心西方政治的时候 我们注意我们是很沉浸追求西方民主和自由的 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一点 西方国家西方正在坚守他们的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同时 他们的口水是多过行动的 不是今天 从来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珍珠港事件 没有当年的这个珍珠港事件 那么这个 美国人 大部分的人还是在关心那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自己的三毛几分地的 我就把灯打开一下 抱歉 我给你的时间不能太多了 因为我马上下一个节目了 OK好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问题 我们已经回答了两位观众的 现在有李先生和陆李先生在举手 但是我不能直播了 你们可以继续聊 但是我不能直播了 我要准备其他的后台 我还需要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一些处理的事情 好吗 好 那我们在这个 继续聊你们的 继续来聊你们的 好吧 在这个想点就点还可以直播吗 对 想点就点 你们继续直播 你们继续聊 好吧 我在这里要准备收摊 因为个人还有点私人的事情 要稍微处理一下 辛苦辛苦辛苦 好 你们继续 观众朋友 谢谢 我们今天的视频谈就到这里 马上那个 想点就点呢 在持续直播当中 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想点就点的继续观看 和平先生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